大家好,我们来看 今天的张孟甫《每日一致,布》 好,布制的布 这个布制呢,凯书就凯书而言 我们一般为了稳定,横画会先写 再写这个撇,再一个金 然后,这焦点大概在中间左右 金就要靠右,不然这一个会写得很小 然后,就行书而言就不是这样 就会先写这撇 这再跟有没有的有,有无的有 也是一样的情况 再小心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稍微大一点点流动进来 我们依照这样 然后,就是差不多这个造型 然后,比较有一点点流动 斜度也增加 这样写一般的颜言都会写度大一点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赵孟甫的写法 那习惯在这里折弯比较大的动作 其实呢,如果有转速眼这样是对的 尤其转速是,这完全就是一个横画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挑起来,重新来 然后,这转过来 好,这里再转一圈 然后,这用垂入的方式 比较稳定一点点 再来 那我们说,稍微更流畅一些 把这里断点整个连起来书写 整个刷来刷去 但是,这里面还是要轻重变化才可以 不然只剩下一个线条而已 你的轻重会比较呆滋 好,这一撇 有时候这里,不要想那么大 反正这就跟有无的有一样 这些小一点 但是,加大这个金 这也是可以的 那因为没有太大的变化 大概就这样 最后呢,有的是怎样子呢 这里 这里会多一个一撇 这个就要留意一下 但是呢,这样子写 就很容易变成希望的西 我写一下 我觉得是不要这样写 这可能有存意啊 搞不好这是西字 古人弄错过这样子 谢谢大家 这么说